其實真的是一個很棒的 他怎麼棒呢 我覺得他非常的有意氣 因為之前有一次就是 他也請我去 一起去看一個電影的首映會 因為那天看完首映會之後 我剛剛有事 我要去萬榮拿一下東西 就萬榮站那邊在公館那邊 外蒙 萬榮 萬榮啊 去外蒙 那東西好遠喔 他講捷運站的事情 我們不會知道 對啊 反正就是 就是某個捷運站 然後其實那天 我們是在西門町那邊看 然後看完之後 因為那天我姐姐也有去 就是Apple有去 Apple有去 然後Apple有個朋友 就是剛好會來接他 我想說 那你待會兒就是可以順便 載我去萬榮拿一下東西嗎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一副就是 你知道 然後講說好那沒關係 那我自己坐捷運 然後這時候 因為丫頭有開車嘛 然後就跑跑跑過來 因為丫頭他要回東區 他開小黃 對 他就開著他的小黃 真的 然後他剛好他要回 有肩在做Uber 只有Limper機尼會買黃色的 對啊他買那個 他買那個 他會搞成黃色 趙宇靈一直被 爸爸爸爸居存存 他沒有那個 他一直在交手 然後那天 因為丫頭知道我也住東區 結果丫頭她這樣說 那我載你去啊 喔 這很激動 我是想說可是 我說可是你待會兒沒事 他說沒事我三點以後 才有事我可以 先送你過去 妳要哭了 妳要哭了 妳當下妳知道我看到我姐 我真是對她 她撐滿幾次 後來妳又給她 她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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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沒有收錢 她上車有 阿Bio嗎 跳表 跳表 沒有收錢 沒有 她有點正正的會場 怎麼了 來 俗話說得好 怎麼這麼突然 這麼突然 講到前面 根不點不亮 話不說不出 人的一生當中 有許多事情都不清不住 我們第一把她說得清清楚楚 才不會造成一生當中的一探戶 我講出這個詞語 你們一定嚇到屁滾尿流 各位 什麼 我真的很可怕 你怎麼搞錯單元了 屁滾尿流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來 丫頭 請坐主位 我要坐那裡 怎麼那麼突然 今天是被告了 歡迎來到誠實餐桌 大家都說我好壞 這是一個誠實餐桌 對 我們今天坐到這個項目 好多 這是要真心話 明白講 不要在那閃來躲去 對 好不好 來 有誰想講一下 來 還多不極力 不然我先說 來 我 子晴 你不要以為 我都放在最後說我的壞話 對 對 但其實我也有一點嚇到 因為我們有一次 我們在跟朋友吃飯 像現在這樣嗎 對 就是像現在這樣子 而且很歡樂 大家聊得很開心 小燕你到了什麼的 你有沒有玩網絡遊戲 有 我要吃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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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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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呢 後來呢 他們就突然 子晴就在跟另外一個朋友聊起 某另外一個朋友的八卦 就是問 就問她說她沒有聊 然後我說 那子晴是不是那個 我就說是不是那個 然後呢 她就突然不講話 我就說她開始用手機 我想說怎麼了 可能是不是 有工作可能 人家在做工作 想到妳的事情 沒有 慢慢說 因為旁邊有老闆指使我 提提提 我很忙 然後呢 後來 她用手機用一用之後 突然下面那支手機就響 就震動 因為她沒有把它蓋過來 我就以為是我的 我就看了一下 然後就顯示說 詹子晴傳送訊息說 不要在她面前講 因為她嘴巴 因為她嘴巴很大 她說妳的嘴巴很大是不是 對 然後她還說 然後 哪有 妳後來回去照片 那妳完全都略過說 自己偷看人家手機用 不是 因為我以為是我的 真的喔 我以為是因為她放在我的正下方 她是放在我桌上 而且她故意調震動 她是放在我桌上 她是放在我桌上這個地方 就剛好 然後我就看到 她是不是以前有幹過這樣的事 沒有 主要是因為她比較 不能直講 因為像我們說小優嘴巴很大 有時候我們在講祕密 我們就說小優妳不要聽 因為妳會講出去 妳嘴巴太大 我們會直接講 可是因為瑋瑜是 比較不能直接講的 如果我們說妳嘴巴很大 她是會有一點受傷 對 她是為了往心裡去的 對 我們會看是什麼樣的朋友 然後怎麼樣處理 她是想走一個對症下藥的路線 對 就是這個八卦不能讓她知道 那我們就會避開 不要在她面前討論那個事情 對 她是為了大局著想的 對 我也是有用倒的 只是平常要被她看到小雞了 白雞 就是我白雞 妳可以看到了 妳看 用心良苦 妳也不要走心了 好啦 好 還有誰有什麼心事 小雄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跟子晴認識這麼久的時間 一直覺得我跟她還不錯 但是 我覺得最近她一直在 重點是 我過年 我是會傳給幾個閨蜜 說新年快樂 是我手打的 不是罐頭訊息喔 是 她在說我妳 妳為什麼要這樣子 妳在忙著賺錢嗎 她正在打牌 她沒有賺錢 她沒有賺錢 那我真的要說實話 妳現在的意思是 不能走心喔 真的有一些事情 對喔 不會啊 不會 因為她害我失去了很多朋友 而且是都是很重要的 這太嚴重了吧 為什麼 因為她之前做了一件很傷害 老朋友的事情 就是我去了一個朋友家 那那個朋友家 他們家非常有錢 就是榜上有名的那種 不比是用榜上有名的那種 然後呢 小優就是一個很愛跟著我 就認識新朋友的人 所以我就想說 好 帶她去 就去以後呢 要打麻將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交儀廳裡面打 她就是一個比較粗魯一點的 所以她經過一個桌子的時候 就啪 一個瓜瓶破了 鍋子 然後 然後我們全部人都安靜傻眼 然後當然主人也不可能叫她陪 就說沒事沒事 然後就請 玩家把它掃走以後呢 小優就說 那我先回家囉 好 詩詩妙論 沒有像賠的意思 沒有 然後我跟那個女生 那個朋友就是也沒贏 那個怎麼賠啊 那個可能是受不了的 那是 好賺百萬的吧 你只能說 賠不是 有沒有什麼事 有啦 我有很愧疚 但是因為我想說 現場的氣氛實在有點佳 妳應該就要亮淳澤出來看 我是 妳要表示妳要賠的意思 對 妳要假裝要賠嗎 怎麼樣都不能先走啊 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就是紫晴的那個 我打破花瓶的主人是個男生 我有表示說 我人是可以陪陪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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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妳這樣講 他才神經 他就嚇到 人家是因為他們臉有點錯 我實在是 小優妳這個抱怨就不對了 真的嗎 人家帶妳去那妳要更小心 對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要說打破人家花瓶 打破人家一杯子 我們就很尷尬 對啊 這樣讓丫頭難做人 不是故意的 人家這個有錢人 你不要打破那個 你要是到我家 憲哥有在看 憲哥也是榜上有名的 所以你看憲哥 很厲害 所以你看 家裡面三百多瓶 刀叉是Tiffany 對 對 十六世紀的 對 十六世紀的 十六世紀的 所以難怪妳沒去過 妳看一看 妳沒去過憲哥家 好 這個就是要怪小優 這個就是 我有盡量安排一些 妳可以摔破的人的家 盡量摔 盡量摔 對 下次可以不要這樣 以毒不回我 妳可以去黃毫敏家 她家都可以摔了